大家好,老韩,今天咱们来看一台全新世代的Jenny S G90 感谢各位朋友提供的帮助,感谢大家订阅,点赞,评论,转发,点亮,小铃,大 那大家也都知道,在世界上这些汽车厂商之中有一个算一个 在他们站稳了他们传统的戏份市场之后 他们都有一个向更高更远追求的梦想 所有厂家之前心中也都有一个豪华旗舰车梦 那近些年来呢,由于一些主观客观的影响 包括一些老牌的汽车厂商都已经取消了这个级别产品的投入 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产出更快,回报更快,回报更大的SUV领域 那现代集团呢,自从在90年代之后 它在传统的汽车产品上已经站稳了脚跟之后 它一直有一个向更高更远进发的梦想啊 心中也一直有一个旗舰轿车的梦想 那最早呢,在世纪之交的时候 现代呢,就推出了它的方头方脑的旗舰级轿轿亚克士 那在推出了两代亚克士之后 坚定设置品牌单拉出来,G90就代替了雅克士的旗舰级轿轿的位置 那现在新出的这款G90呢,实际上是它的第二代产品 那之前我们看那个G90呢,它还是属于第一代产品啊 只是在20款上做了一个中期改款 而这次这个G90呢,进行了全新的革新 应该是在坚定设置品牌单拉出来之后 基于全新世代家族产品的设计基调 全新打造的一款旗舰级轿轿产品 这款产品,这款G90才能真正意义上的称作为 全新世代产品的超能大哥 那全新世代的G90呢,在外形尺寸上 在全世界范围内有两种尺寸 一个是标轴的,一个是长轴的 长轴的比标轴的在轴距上要长7.5寸 那目前2023款在美国销售的车型 全部都是标轴的,无缘长轴产品 那美版销售的2023款的标轴产品 跟2020款相比 总长上要长了2.8寸 轴距长了0.8寸 高度降低了0.2寸 宽度加宽了0.6寸 整车的整备质量 从4861磅到5192磅不等 动力总成上目前2023款的G90 有两套动力总成啊 全系取消了之前的5.0升V8发动机 入门的动力呢 选用的是家族单缸主力的那套 3.5升双涡轮增压V6发动机 相比上一代的3.3T发动机呢 最大马力提升了10匹 最大扭矩呢 增加了15磅币 那高阶动力呢 是基于3.5升V6双涡轮增压发动机 打造的一个48伏微混系统 跟之前的5.0升V8发动机的参数相比 最大马力上比之前小了11匹 但最大扭矩要提升了22磅币 全系搭载8速自动变速箱 那目前2023款在美国销售的车型 全系都是4区车型啊 悬架呢 采用前后都是多连杆的设计哈 那在低配车型呢 配了带有道路预览功能的电控减震 在高配车型呢 配有空悬哈 那刹车盘的尺寸 低配车型呢 前盘为14.2寸的 后盘呢 为13.6寸的直径 高配车型呢 前后都是14.2寸的哈 油箱的容积 全系都是19.3加轮 EPA公布在综合工况下 G90 低配的车型呢 是21MPG 高配的车型呢 是20MPG 尖尼先生为美国销售的新车 提供了5年或6万英里的整车质保 10年或10万英里的动力总成质保 那尖尼先生这次玩狠的哈 他在2023款美国销售的这个G90上 只有两种配置啊 不是两款基础配置 只有两种配置 一个呢就是3.5升双污轮增压的款 另一个就是3.5升做的那个48号微混 配置只有这两种哈 这次压根就没给你准备什么包啊 有选装项的哈 那这两款配置呢 厂家指导价不含运费哈 低配是8万8千4 高配呢是9万8千7 那从9万8千7这个配置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再加上运费 厂家指导价呢 妥妥的过了10万块钱了哈 那从此 尖尼斯在美国市场首款 过10万块钱厂家指导价的车 横空出世 那今天咱们看这款呢 是我这两天一直在体验的 2023款的G90高配 3.5升双污轮增压发动机 配的48VV混 8速自动编阻器 那以下我念的这些配置 完全都是这车的基础配置哈 没有任何选择 这车标配空旋 标配后轮随动转向 各种驾驶辅助 基本就算配满了哈 前行侦测的避让辅助 道路保持及跟随辅助 盲点侦测 避让辅助 盲点监看 后侧向交通侦测及避让辅助 第二级的高速驾驶辅助 带启停功能的智能巡航 限速辅助 驾驶员注意力监测 自动远光 环影 前轮是2454021的 后轮是2753521的 配有全景天窗 电膝门 感应电尾 那帕皮的座椅 反毛皮的车顶 12.3寸的仪表盘 12.3寸的中央平带导航 23个扬声器的BO音响 它这个低配是15个扬声器的BO音响 高配是23个扬声器的 配有主动噪音控制 抬头显示 指纹解锁 前后无线的手机充电板 刚才也说了 这个车所有的配置 都是基础配置 这个车只在基础配置上 选了一个颜色 含运费的MSRP 为10万0370块钱 这台车的发动机变速箱 以及总装下线 都是位于韩国工厂 这台车的钥匙做的 跟家族其他兄弟 还是多少有些区别的 显出了档词的感觉 把件子放在了两边 然后上面采用那种平滑的材质 然后小logo做的 还是比较有质感的 那作为旗舰轿车 它这车也有车位使进使出功能 先把车锁上 然后远程启动 然后往前走 同样往后也是一样 先把车锁上 然后远程启动 然后向后倒 碰到障碍物呢 也会自动停下 那之前呢 这车我也看过视频 看过图片 基本已经打了预防势了 但当我拿到这台车之后呢 诚实地讲 这台车的造型确实惊艳到我了 虽然这次 摸得到的 听得到的 很多关键部件呢 它都已经不是钢板了 那前脸设计呢 不出意料啊 这一次的G90呢 完全跟家族 在造型设计上保持了一致 包括巨大的中网 包括在保险杠以下全部是网 包括两条状的这种 前照明灯组 那作为大哥来讲呢 既要跟家族保持一致 也要自己的创新 首先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logo 这个logo呢 跟其他的兄弟姐妹不太一样 它做的是有纹路的啊 不像其他兄弟姐妹呢 做的是一个平面的 这个上面这个纹路摸得挺有质感的 再一个呢 它这个照明灯组 虽然这个也是两条转的啊 但它里面的结构造型更加复杂一些 还有上面它这个引擎盖啊 整个是一体式的设计啊 从这开始做的一个引擎盖 这都是一体的 并没有像其他兄弟姐妹 像传统的在这开始分开啊 它是从一只板直接揉起来的 那我们看到侧面呢 实际上这车的侧面造型 跟家族的轿车啊 基本是保持了一致的风格啊 有一个向后坐的过程 然后尾巴有一个收的动作 那同时呢 也标榜了一些家族的 符号性的设计 包括这双条灯带的设计啊 这跟家族其他兄弟姐妹呢 都是有一个符号性的传承 那虽然作为这个级别的轿车呢 有个修长的车身 有个修长的感觉 是比较重要的 但这台车呢 虽然前提仓也比较长 但是在整车比例来讲 前机舱并不算太长 然后后尾巴呢 有一个比较大角度溜背的感觉啊 这样就把乘客上拓展到最大 乘客乘坐的空间最大化啊 包括这个车的车门把手呢 用的也是目前比较流行的这种隐藏式的啊 当你解锁啊 或者走到身边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弹出来啊 你就打开车门就可以了 然后一锁车呢 它就会自动缩进去啊 这台车呢 四条轮胎都是21寸的啊 看着尺寸是比较大的 是比较扎实的 然后轮毂的造型呢 设计也是比较复杂的 它这里卡钳的颜色呢 高配和低配是有些区别的 这台车呀 后面是C柱的设计 包括这个加肥加大的 后椅子板 辨识度还是比较高的啊 整个呢 有一个超越这个级别 往更高级别模仿 更高级别致敬的感觉 这台车呢 不论是前排的车窗 还是后排的车窗 用的都是双层夹胶剥裂 那后门呢 大家看它开启的角度也是比较大的啊 那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 作为国货比较令我们骄傲的 全车的这两块玻璃用的是福耀 福耀给配套的这两块玻璃 那作为这个级别来讲呢 电锡门是必不可少的啊 这台车呢 不但配有电锡门 然后它这个车锁呀 也是电子式的 当你开门的时候 按一个钮就开开了 然后下面呢 有一个机械式的开关 当没有电了 或者失灵的时候 可以用它把门打开 每一个门呢 都配有一个钮 当你按那个钮之后呢 车门会实现自动关闭 虽然这个功能并不是现代的首创啊 其实最早呢 在我们很多地区的出租车上 都有这种配置 但是能在量产车上用这个配置啊 就有点更像大牢的感觉了啊 这是这台车 空旋升到最高的状态啊 这是这台车 空旋降到正常的高度 只有这两个高度可以选择啊 在车里呢 基本感受不到升高和降低 当然升高降低的幅度呢 也不是太大 这车后尾部的设计呢 跟目前整个现代集团的轿车 后尾部设计这个造型啊 都差不太多啊 有一个六倍式的造型 后仙人做的是比较短的 然后这台车呢 在坚写这家族的经典造型的基础上 也做了一个创新啊 你像其他兄弟姐妹呢 这都是两条等宽的灯带啊 这台车呢 虽然也是两条灯带 但他把上面这条呢 做的是比较宽的 在侧面 在侧面这一部分呢 做的是比较宽的 摄像头 开关 下面呢 是一系列的logo 整个后部呢 有个稍微突出的 保险杠平台的设计啊 突出的并不是太多 下面呢 是两圈镀铬亮条啊 分别围着车绕了一周 在下面呢 不出所料 依然是将倒车灯 推到了劳动第一线啊 下面两个排气管子呢 左右各一个 采用直出的形式啊 那作为这个尺寸的轿车呢 纵身是非常不错的啊 大家看 纵身是非常深的 而且这个车呢 它后排并没有冰箱 它后排中间 可以跟后备箱啊 实现连通啊 纵身是没毛病 宽度也没毛病 开口呢 在轿车里 这个开口就算够高了 但是跟SUV相比呢 轿车这方面是劣势啊 而且大家看这个车呢 它里面这个绒啊 毛是比较长的 感觉质感是比较好的 再一个 大家看这下面 这下面啊 现在很多车都不包了 即便是这个级别 很多车下面 也都是在这裸露的 但是这个车 下面全给包上了 包的也是比较颜色的 对于底下全包上那种感觉 我是比较喜欢的啊 左面呢 这是建计车车的说明书 这个呢 是随车带了三个香薰 供你替换车里那个香薰啊 然后这是前面的排头架 一个网兜 右面就没有什么了 这车是48V混嘛 它下面就有一个电池 这台车是没有备胎的 有个补胎套装 在3.5升 没有48V混那个车上 是有备胎的啊 那实际上从根上看 我们看这次G90 它的内饰设计 跟家族也是保持了统一啊 在家族统一风格的基础上呢 进行了一些创新 包括在贯通的出风口啊 包括一些布局啊 包括一些通用架的使用 我们都可以看到家族符号的设计啊 那同时G90作为大哥呢 全新世代的大哥哥 他也有自己的风格 首先在最上面呢 它有一个大连屏的设计 这个大连屏呢 它并没有像传统的大连屏 像奔驰那个大连屏一样 让你做成是一块屏的错觉 它给你人为的做出来两个小隔断啊 然后给你隔出来一个仪表盘的感觉 我感觉这块做的还是挺漂亮的 左面这个件子呢 是后备箱的开启件 右面这个件子呢 是仪表盘的亮度 整个看下来呢 既有一定的科技格 然后又有一些自己的创新 同时在这台车上呢 也保留了大量的实体按键 这个我很欣慰哈 传统车企这些实体按键设计 都是它的强项 要不要自费武功去跟风大平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那在这里呢 我们还可以看到 虽然它这个A柱轻角做的是比较大的 但是它中控台做的纵向长度并不长 这样呢 极力的给乘客提供了更好的纵向空间体验 那在最上面呢 有两个音响 在熄火的时候也自动下去了 然后一点火自动就上来了 仪式感是比较强的 包括像上面这个扶手啊 它是皮革材质的 然后上面还有拱线的外露哈 有点像那种露着拱线的西装的感觉 感觉做的还是比较高档的 那从左往右呢 下面有一六键子 第一个键子呢 是自动起停的关闭 第二个呢 是车身高度的调节 这边是电子稳定程序的关闭 电子手刹 那这两块屏面积是一边大的 分辨率是比较高的 看着是比较清晰的 左边这个屏呢 它是仪表盘 这个仪表盘呢 透过方向盘 左边这个键子进行调节哈 上下 紧就中间的一些项目呢 进行调节 交互的项目并不是太多 而且它这个显示界面呢 显示风格 也可以到中央屏里去调节 切换它的界面哈 方向盘呢 是G90目前的一个单独的形式哈 G90专用的一个形式 跟家族的其他兄弟姐妹的造型呢 不太一样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它这个两幅的造型哈 跟GV80有异曲同工之妙哈 方向盘皮质非常细腻 这台车的那个方向盘呢 也没有木纹装饰 那这台车都是顶配了 那就意味着在美国市场上 它的方向盘是没有木纹装饰的 方向盘非常粗 方向盘手抓上 感觉非常不错 然后它这个方向盘截面啊 也不是个规则的原型 手搭在上面很舒服 小缝线做的很口揪哈 虽然它这个箭子啊 样式跟其他家族的兄弟姐妹不太一样 它这个布局啊 跟其他的兄弟姐妹也是一脉相承的 像左面呢 它主要就是中间这个行车电脑 包括巡航辅助驾驶的控制 右面主要就是多媒体 包括这个曲目啊 这个箭子呢 是左右滑的哈 有点像奔驰车上那个触摸键 它是左右滑的 来选择曲目 音量大小呢 是上下掰的 电话语音 然后左右呢 各有一个自定义的键子哈 你像左面的这个键子 和右面的这个键子 是自定义键 你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功能 后面有两个混档破片 像后面这俩掰杆呢 这就是尖尼赛斯家族的通用件了 这个小堵头还有金属质感 我非常喜欢这俩堵头的感觉 中间这块屏呢 跟家族其他兄弟姐妹都差不太多了 因为尖尼赛斯家族的 这中间这块屏 表现一直都是非常不错啊 这边绿是比较高的 然后色彩搭配呢 也不是很熟悉 这个屏呢既是触摸屏 然后你也可以到下面这个旋钮进行控制哈 这是两项都可以操作 那这个下面呢 有四个主题 这跟奔驰那个就非常像了 当你一旦选择了主题的时候 他会把车辆的相关设置 包括音乐啊 灯光啊 香薰呢 都调到跟这个主题相切合的程度啊 但即便是这么高级的车 他的iPhone手机的CarPlay 还是需要查现的啊 当然如果你觉得看这种菜单啊 太繁琐不太直观的话 他还有一个3D调节 可以给你显示车的外观 然后车的外观有几个调节项目 你就可以直接进去选了 我看里面 然后里面各种调节项目呢 都显示出来了 你可以点进去 然后进行各种调节 这个是这车的影像 这是前方俯瞰加全景影像 前方广角加全景影像 前方两侧盲区加全景影像 这是一个前方的影像 就没有全景影像了 后方俯瞰加全景影像 后方影像加全景影像 后侧两侧盲区加全景影像 单纯的后方影像 3D的全景影像 倒车影像加全景影像 这G90的空调操作呢 实际上跟家族设计的风格 也是一脉相承的 但具体的设计造型呢 跟家族其他兄弟姐妹不太一样 这个车呢 下面这些箭子呢 都给你围在了一个椭圆里面 然后上面呢 是跟多媒体啊 上面这块屏有关系的 下面呢 整个就是空调了 小白钮呢 做的还是比较有质感的 都是有金属质感的 然后摸上去呢 也是有那种凉凉的感觉 做的呢 也不是轻飘飘的 感觉做的还是挺用心的啊 香薰的等级 在副驾驶里面呢 有两个香薰 盖板往前一推 下面是两个水培件 挡杆呢 这跟家族都一样了 他用的也是旋钮式的换挡机构 造型呢 跟家族其他兄弟姐妹也一样 但这次呢 自己人有个什么提升呢 就当你在挂倒挡的时候啊 他这个整个的换挡机构 会震一下啊 会给你做出来一个震动的感觉 会震一下 这样就 你在挂倒挡的时候 跟挂前进挡的时候 你不会混啊 这个我觉得是比较有用的 像之前我开 尖利特斯家族的产品呢 像这两个钮 总容易弄错啊 有的时候挂挡 就一顿悬这个钮啊 那这次呢 倒挡他给你有个震动的感觉 我觉得是挺好的 不知道是不是尖利特斯设计师 也看我的视频啊 又臭屁了一下 上面呢 这是多媒体的调节 这个是指纹解锁啊 搭配着这个大旋钮来使用啊 这大旋钮呢 目前是尖利特斯家族的统一样式了 取消了之前GV8联旁边 带旁边圈那个啊 现在就用这一个圈 就把问题解决了 是座椅加热通风 这是影像 这是驻车雷达的开关 这个呢 是驾驶模式的调节 这台车呢 一共有三种驾驶模式 有经济模式 舒适模式 一条路运动模式呢 车身自动降低 座椅自动降低 座椅2亿呢 自动夹紧 下面是手机无线充电板 前后各一块 扶手箱呢 左右打开 扶手箱并不是太深 但面积还可以哈 这后面呢 有两个USB充电口 有一个120V 180瓦的充电器插口 那坐在这个车里呢 大家看到 现在我将座椅调到最低了 前排空间没有任何问题哈 座椅呢非常舒服 大家可以看到 首先这个座椅非常宽大 像一个大沙发一样 然后呢它支撑非常到位 又像一个比较好的人体工程学座椅一样 它的调节呢 基本就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了 然后也有这种 你像手一须接触上 这些调节项目 就会在中控这个屏里 显示出来你要调节哪些项目 而且这车这个按摩功能呢 比较尽心尽力 按摩的力道是比较足的 时间比较长 服务也不积车啊 挺好 同样呢这车在车门上也有一排的箭子 你像这三个是机翼 这个是调节副驾驶的 副驾驶挺惨 谁都能调的 然后这个是座椅按摩 再一个就感觉这个座椅呢 它说了是纳发皮嘛 即便咱不懂什么皮摸上去 感觉这个座椅这个皮质啊 非常厚实摸着是非常舒服的 再一个呢这个车非常安静 即便是你在外面的怠速的时候 你听这个车的发动机声 也并不是太大哈 那当你怠速的时候 把车门在一关上 再配上这车比较良好的隔夜 在你的各种感官上 立体的感官上 感觉是非常不错的 坐着的感觉 听觉 包括坐在车里面呢 虽然这个车是新车 但是闻不到太多那种材料的味道啊 不知道是本身材料用的就比较好 还是它这个香薰呢 把那个味道遮住了 整个坐进来呢 给你的立体式感官的感觉 还是非常不错的 我觉得在这个价位里 坐的也算是可以的了哈 这车哪都更好 就它这个内饰这个配色呀 我觉得 我们大家要买车的时候 尽量便选那种全浅色的配色啊 好不好看呢 这种全浅色的配色非常好看 显得非常敞亮的车里 非常亮的 但实际上大家看这个车呢 包括棚顶啊 包括它的地板 都是浅色的哈 你棚顶呢 这车才跑了2000多英里 之前的大神 我不知道是不洗手还是怎么的 这上面已经有脏的地方了 再一个的地板也是浅色的 这可能在这个级别的大哥哥的心思 我们不懂吧 上车之前是不是先拿麻 我把鞋底擦一擦 可能再上车哈 绘制的这种图案哈 看的是比较好看的 比较上档次的 坐到这车后面呢 空间上面就 没有必要再跟大家形容了 大家看吧 这一杆的一块都在这放着呢 各种游戏都可以实现啊 在美国销售的G90的高配车呢 它后面配置是比较高的了 右后方呢 既可以调节自己的座椅 也可以按一下钮 调节副驾驶的座椅 这是最安逸的状态了哈 这是最安逸的状态了 最正经为座的感觉 它的右面呢 还有一键到位 这有个自动归位的键 左右呢 都可以控制两边的窗窝哈 右面可以控制左面 左面也可以控制右面 后排的座椅呢 也是没有那么太软哈 虽然它这个造型很漂亮 但是并没有太软 有一个家里比较高级沙发 支撑比较好沙发那种感觉 中间这块液晶屏 加上下面这些快捷件 包括开关门啊 空调啊 多媒体啊 各种座椅的状态啊 都能透过它来调节哈 这是有一个12V 180瓦的充电器插口 这边这个USB充电口 这车在它这个座椅下面 也有两个扬声器哈 这是上下一起使劲 给你一个立体声的感觉 那这种材料的头枕 给我的感觉呢 就是如果自己的车没问题 这老婆孩坐后面的都不嫌脏啊 只要是别人车坐完 你来上去坐去 我总觉得不太卫生啊 这车的后面呢 有个设计的小三角窗 在小三角窗下面呢 还有一个储物格哈 下一个节目有火啦啦的我 拜拜的兄弟们 我得去造型了啊 拜拜 坦率地讲 久而久之呢 S-Class也确定了这个细分市场的 产品基调 舒适 忽悠 各种配置的堆砌 变成了这个细分市场的主旋律 那我们如果拿这个G90 相对于它这些兄弟姐妹来讲啊 可以说是又舒适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但是咱们聊车呢不能这么聊啊 咱在哪个级别就得聊哪个级别的话 就得聊哪个级别的车 一切跨级别的聊车都是耍流氓啊 在动力上呢可能大家会普遍担心 去掉了8杆机之后 这个3.5的机器呢 能不能在这台车上玩的转 那不论从参数上来看 还是之前我们试驾的那些 Janitas家族3.5车型的表现来看 这台3.5升双涡轮增压的6杆机 动力还是比较猛的 可速性是比较强的 担得起Janitas家族高阶动力这个担子哈 不论是平稳的加速还是来个地板油 亦或是你在高速行驶的二次加速 这台机器在这个车上表现的是尽值尽折 个人觉得比德系产品 在这个细分市场里面 在这个价位里面的6杆机产品 动力表现要好一些 动力基本可以达到随叫随到 也可以说是深不见底哈 调教做的呢 确实有点像8杆机 但是你即便调的再像8杆机 数据刷的再漂亮 它呢也还是6杆机哈 在特定的转速区间内 那种动力输出的磅礴大气大开大合 依然是无法和8杆机相比拟的 那即便这台车的双涡轮增压 配合的是相当自然的哈 但你要在急踩油或者在静止起步的时候 仍然能够感觉到那一点点迟滞 当然我觉得它这份迟滞呢 设计师做的已经足够好了 已经尽力了哈 但无奈6杆机就是6杆机 如今的车事呢 它已经容不下8杆机了 悬架呢不用讲大家也应该能清楚哈 浓浓的舒适范 像极了S-Class 但也可以感受到它这份舒适的调教呢 是有克制的 是比较克制的 是比较谨慎的 过个起伏的路面呢 车身上下起伏的姿态 做的很优雅很舒适 但绝对也不是那种无度的 像个大船那样飘忽不定哈 那有点像加长加大的G80的感觉 在高速的时候感觉对细小的路况啊 比如像路面接缝啊细小的石子啊 它会进行过滤哈 但过滤之后呢 会让驾驶者有一个直观的感受哈 相对直观的感受 不会处理的非常模糊不清 而在低速的时候呢 它路况处理的相对会模糊一些 当然这也正常哈 现在这又是空穴又是电控 想做成什么样 在技术上都不是问题 但是有一点我个人还是比较意外的哈 就是即便在正常模式下 我用这台车过一个我开330 经常不减速过的一个高速弯道哈 那这台车的侧倾控控制做的也是比较好的 不会让车内的大哥呢出现不雅的坐姿哈 那这点我觉得照比全新的S-Class大哥来讲 做的稍微要出色一些哈 有点后浪拍前浪的感觉了 这台车的后轮随动转向呢 如果你不经常开这种车长超过5米的大轿车大玩意哈 我估计这个效果啊也只能在视频中看出来了 那在实际的驾驶体验当中 可以感受到拐弯的半径呢 会小于很多现在车长超过5米的车哈 尤其是轿车 那在咱们这些广袤的大农村里面可能感受的并不太多 但是如果静个长呢或者到狭角的停车位置的时候 相信呢会有比较大的帮助 多少方向盘呢会少转几把啊 刹车踏板呢踩着很舒服 也没有间隙没有矿量 脚一搭上呢就可以感觉到很紧张 刹车即便你使劲踩 也不会感觉到这台车很重啊 这台车呢也是所谓的混动版本 也有所谓的动力回收装置 但它这个刹车不论是在你高速踩刹车 还是踩刹车直到静止 整个过程都很顺滑啊 没有那种一更等一更等的感觉 那在舒适模式下方向盘在低速的感觉很轻 高速是比较稳的 女士开的也不会有压力啊 但会不会有女士买这种车呢 那我就不清楚啊 四轮驱动呢在舒适模式下 其实主要还是靠后轮在驱动 那透过仪表盘上的四轮动力输出图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舒适模式下 那只有你在急加速或者是特殊路况的时候 比如说路上有坑啊 有个弯啊 湿滑路面啊 前轮会被分配一些动力哈 其余的情况 只要你别急加速 正常驾驶 基本都是后轮在驱动啊 在舒适模式下呢 当时速超过80英里每小时的时候 司机椅背的两翼啊 它会自动夹挤 当你时速低于70英里每小时的时候呢 它的椅背呢 会自然放松一些 有一种替你紧张的感觉哈 略带喜感 那一旦你切换到了运动模式下 司机椅背的两翼呢 自动夹挤 座椅的椅面 即便你已经调到了最低的高度 它还会继续再降低一些 当然这都是杰尼瑟斯家族的长轨操作哈 大哥呢也不能落下 那切换到运动模式以后呢 可以明显感觉到悬架会稍微硬朗一些 但不论你再怎么硬朗 它也不会像钢炮一样 最多只能算是商务休闲范 绝对算不上是穿钉子鞋的感觉 在运动模式下呢 升档转速会进一步拉高 降档呢会更加积极 同样的油门开度 动力响应呢会更凶猛一些 方向盘的转向力度呢 稍微能重一些哈 当然这车要是始终放在运动模式下呢 估计也不可能买这种车呢哈 这车我认为最佳的打开方式 肯定依然是舒适模式 那作为这个级别的轿车来讲 优秀的优异的噪音控制 肯定是必不可少的 能买这种车的人 我也不相信他是喜欢暴躁范的 它这个发动机的声音呢 模拟的声音是可调的 分别有低中高三个档次哈 当然也可以选择自然的声音 那在我整个驾驶过程当中呢 我肯定都选择正常声音了哈 自然的才是最好的 就好比你锻炼身体 那在锻炼身体之前 对方问你 请问你要小声中声大声 就是这个感觉 这样就没劲了哈 自然才是最美的 这车胎噪的控制呢 也还可以哈 不论你怎么跑 胎噪的声音 基本都可以忽略不计了 风噪声呢 多少会有一些 但是呢 也在这个级别的可接受的范围内 同时还要讲一下 这车这个自动启停哈 做的感觉是比较自然的 没有像那个小排量的那种自动启停 做的一更的一更的 一启动呢 下你一局令 整个车的噪音控制 应该讲是非常优秀的 在这个级别里 它也是非常优秀的 至此我有一位不太懂车的朋友 上来之后呢 跑了一段Local之后 问我 这台车是不是电子 智能巡航加辅助驾驶这块 应该呢也是 现代家族的最高级别版本的 跟上次咱们试那个EV6啊 应该是同一个版本的 配合着这车五彩斑斓的 抬头显示和中央仪表呢 那在巡航变现的时候 你只需要轻点转向灯 只要你手搭在方向盘上 稍微给点劲车辆呢 就能自动变道 抬头显示上呢 也会有一个类似于雷达扫描的图像 那当并道指定车到中线位置的时候呢 转向灯自动熄灭 并道结束 那这车的主动巡航 当在弯道的时候 你前方没有车的时候 它在中间这个屏里可以选择 是否有自动减速的一个功能 到中央屏里去选择打开或关闭这个功能 跟车速度的调节呢 在这个价位里呢 还算可以接受吧 道路保持呢 它也不会强行的 把你卡在两条线中线的位置 你稍微往左点或稍微往右点呢 它也不强你方向 至于这48VV混呢 我实在没有感觉到有多大作用 可能它的存在呢 就是为了证明像黎明在 Happy 2000那首歌里 投一句歌词 像这种车 不论是在产品设计上 还是在产品配置的堆砌上 肯定得有花花 这是这两年这个旗舰机轿车市场混的不太行了 这要是换到以前 你个旗舰机轿车上 不整点标新立异的东西 你都不好意思跟同行打招呼 这车的花花也不少 你比如像司机的头枕里面有个扬声器 它平时呢不播放别的 只播放各种警示音 包括转向灯一闪一闪那个声音 都是从这个头枕里发出来的 导航语音呢也是从这里出来的 那我开这车用它这个导航一说 就好像接到了坐在后桌的大姐给我的指令一样 老韩往左 老韩往右 老韩50米之后掉头 让你往东 你不敢往西 再有一个这车呢 你一打转向灯 如果盲区内有车 全车的音响呢会降低音量 再有一道车 全车的音响呢也会自动降低声音 各种帘全部都放下来 等等这些花都在体下的设计师的小心思 那从动态上总体来讲 这台全新的G90在我心中呢 在这个旗舰级轿车的戏份市场里面 它算搭标的 至少在整体的行驶品质上 个人觉得呢 体验要好于现款的雷克萨斯LS 但跟S-Class相比呢 应该来讲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坦率的讲 别的差距呢咱先不讲 就开这个车储具的回头率啊 还不如我开GLE450储具的回头率高呢 这可能也是Jenny车 极待解决的品牌魅力的问题 终上就是这台全新世代的G90的体验视频 那从外观来讲呢 这一代产品更多的跟家族统一的设计风格保持了一致 那在很多细节上我们可以看到 它有一个向更高级别产品致敬的感觉啊 从乘坐从驾驶都是一派浓浓的舒适范 也符合这个级别大哥该有的一个气质啊 那从动力上来讲呢 虽然这一代系列都没有V8发动机了 这个3.5升V6双温轮增压做的48VV混呢 应该带动这个车来讲也没有什么动力槽点啊 整个使用下来感觉动力上也是游刃有余的 当然还是退回来讲 这个小排量你不管怎么哪种技术路线啊 做出来的数据参数多好看 它肯定也是没有V8的那种从容啊大气的感觉 但是现在也是无奈之选 整个车坛都这样啊 当然如果你对48V不是有直念的话 我感觉那个3.5升V6双温轮增压发动机 那个车型它的性价比呢会更高一些 那这次呢G90的定价呢 大概骑在了10万块钱这个档上啊 低配的比10万低高配的要过10万了 成绩核实在我的印象当中只有S-Class 那个级别才是10万的 但如今我们看看S-Class 已经远远不是10万了 还不算市场上的一些浮动价格 那作为G90来讲 从产品层面没有问题 售价层面呢也比大哥要低一些 配置呢也比较齐全 产品来看目前是没有大问题了 但作为这个级别来讲 产品永远不是第一位的 品牌价值才是第一位的 这也是为什么现如今这么多好的产品出来之后 S-Class即便它做的再不用心 S-Class依然是这个级别的大哥 那如果大家呢不是很执念SUV的话 想买一台旗舰轿车 又不是很注重品牌的话 我觉得这台车呢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以上视频谢谢大家